请同长 拉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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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成为事论书记》第七试 要解释那个不共无名 然后呢 我们是上礼拜到1079月 我们先把从1076月这边的课判看清楚 1076月中间这个 421标正式 那么这个正式什么呢 就是用六个礼下去证 也就是第四行 1076月第四行 依引经以礼正有 用六方面的礼来证明 一定要有第七试 所以这个四二的话呢 就开出来下面有六条 五初到五六 那这六条呢 就是导属第五行所讲的 不共六二元一名 二定别 无想虚幼染 有情我不成 这样子六条 首先第一个就讲的是不共无名 那这个导属第七行 导属第六行这边 为契金说 不共无名 为戏横行 忽必真实 若无此事 比云非有 所以这个不共无名 就是呢 讲的就是呢 要有第七试 才能够说得通 这种不共无名 那什么叫做不共无名呢 它下面就解释 1077 为诸易生主凡夫 于一切分 就是任何时候 不管你起善心 不善心 无忌心 都能都会 不是都能 都会 横起迷离 不共无名 会互真实意 葬圣会言 那引用 这个入弄结经 乃是呢 《社大圣论》这边 所引用的 真意心当身 常能为障碍 巨行一切分 为不共无名 所以 这个1078页呢 它就解释 说 契金里面讲 易生累 横处 长叶 意思就是呢 一直都有 都被这个盖住 无名所忙 婚罪 残心 称无省绝 导过来说 如果有暂时不起 此无名 那经典里面 讲的就错 现在如果经典是对的 那就不可能 所以拿最后一行讲 据易生会 迷离无形 有行有不行 这是没道理 一定要横行 不会说有时候会有 有时候会没有 不可能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 如果你这个不共无名 是依着六四 那就没办法说了 因为如果这个不共无名 是依着六四的话 那这个六四会间断 不共无名也会跟着间断 因此间断 这个词就是讲 依着第六四的不共无名 也会跟着间断 导过来说 如果你承认不共无名 是横食都不会间断的 那这样的话 第六四就永远都是染的 所以依着六四呢 说不通 一定要有第七莫娜事 才不会有这个过失 那乃至呢 这1079月倒数第六行 第七行 倒数第七行 引用无性论识的 大胜论识里面的这两行话 主要去说明说 不要说是依着六四不行 是前五四也不行 然后第六四的话 第六意识的话 自然是不染的第六意识 通通都不可以 非不染意识中有 如果是第六意识是不染的 也不能 然后亦非染的第六意识中有 都不是 不管染不染的第六意识 来讲这不共鸣都说不通 底下来就是说明这个理由 若为意识有比烦恼成然等 若互有说善心居传等 若有说染意居有别善心等 这些都是要去说明 染不染的第六意识里面 说一直都有这个不共鸣 是说不通的 基本上大概重点是这个 所以整个前六四 等于色大胜论识 无性论识 色大胜论识 这一段就是要说明 整个六四要有这种 横不间断的不共鸣 是不可能的 是说不通的 好 那么接下来倒数第三行 我们今天就从这边开始 你看他的科判是生二 解释那个不共鸣 那生出在哪里呢 请看1077页 第五行 所以刚刚那一段呢 生出是破晓胜的说法 一定要立有第七四 一定要有第七四 先确定这件事情 然后再来去解释 不共无名的不共 所以他先假设一个问题 所以1079页 倒数第三行 科判能看 有初是小胜问 先用小胜的观点 去问这个问题 这个染的意 就是第七四 横与四货相应 那此具无名 何名不共 既然带着无名 也就是那个我吃 我见 我吃 我慢 我爱 既然是带着这个无名 的这个我吃 那为什么这个无名 叫做不共呢 因此 为什么这个是小胜问 科刑大师就补充说明 1079页最后一行 就是说 这个小胜问 因为小胜 他们的教义里面 讲不共 要无或相应 故 才叫做不共 所以呢 这个注解里面 就告诉我们说 那你去看据舍论 你看这边 据舍论的讲法 分别根品 何等名为不共心品 为此心品 唯有无名 无有所欲 贪烦恼等 不跟其他的烦恼 相应的 才叫做不共 所以这个是 只有无名 这样才叫做不共 那据舍论记里面 说这个论文 据舍论的这个意思呢 回答说 此心品 为有无名 没有其他的贪本货 根本烦恼 也没有分等小货 也没有这些物货 所以这个是小谁 没有根本 没有小谁 物货 如果好像应该是 中 大谁吧 不定 他是不定 二座是不定 对对对 不定 所以通通没有 自有无名 这样才叫做不共 自立其固 那么如果你是这样解释 这种不共无名 见到所断 那么这个如果呢 根本无名 小谁 还有这些不定 相应无名 都是相应 就不叫不共了 因为呢 都要靠他立其固 所以这个是 据舍论的解释 下面他就说呢 如果根据顺正理论 解释不共无名 只要不与贪等本货相应的 就叫做不共了 那也就是独头无名 那么奋等二座相应的无名 通通也可以叫做不共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不共无名呢 就换为宽了 同意 如果只是不与根本无名 是一种独头 可是如果呢 还有跟这些小谁啊 还有不定啊 这些 也叫做不共 这时候呢 这样的不共呢 就通见到修道手段 所以 所以他引用顺正理论的这段话 是这样写的 所以他说呢 根据顺正理论解释 不共 可以有二十一法巨生 但是 皮婆沙论三十八卷 就告诉你有两种解释 不共无名 有两种解释 第一个呢 是不与贪 还有根本 还有小谁相应的 自立而起的 民不共 这是见到所断 不是修到所断的份相应 所以呢 不民不共 等于 就是只有根本烦恼 不对 连根本烦恼 都没有 只有无名 自己起来 不与啊 但不与根本 也不与小谁 只有自己起来 因为 这个修所段 这些呢 这小谁是在修所段 所以 有这些的话呢 就不叫不共 一定是呢 自立而起 叫做不共 也就是说 不跟根本烦恼 也不跟小谁 这是第一种解释 第二种解释呢 只要不跟根本烦恼相应的 通通都叫做不共 就没有 没有那么严格 最主要就是跟根本烦恼 不相应的 就叫做不共 所以 这个时候 如果是跟小谁相应啊 独头起啊 OK的 所以 这个 这时候呢 是见到修到所断 两种解释 所以 皮菩萨论 分成两种 第一个解释 就是单独的 只有无名 跟其他的 贪嗔痴 根本烦恼 不是吃 贪 贪嗔痴等 根本烦恼 还有小谁 通通 不相应的 第二个呢 是可以 只要 只要不跟根本烦恼 就可以了 跟小谁啊 这些OK 这样子 所以 此论 此论就是 俱舍论 因为他这个是 俱舍论的注解 所以他说 俱舍论这边 是 皮菩萨论的前师 也就是 完全不跟 根本烦恼 小谁烦恼 单独的无名 叫做不共 那顺正理论的话呢 那就是可以跟 可以跟根本烦恼 其他的 贪啊 撑啊 还有小谁啊 都可以 那么各具意 是不共鸣 并无危害 因之诸论 说不共无名 若违见所断 是用前师的说法 若通见修所断 那是根据后师的方法 这个是 俱舍论记 补充说明 那么 也就是因为 有这样的差别 这个后头 在讨论的 就是这些东西 这个 有关系就在这里 好 所以呢 我们翻到 1080页 你先看第一行 第一行的话 你看他的科判 三师 有三种回答 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你要怎么解释 那个不共无名 因为你明明 那个 我吃 这个吃 还会跟着 我贱 我爱 我慢 还有其他三个烦恼 那么 你怎么这样 这样叫做不共 所以 第一师的回答 就是 此句 我贱 我慢 我爱 他解释说 这三个 不是根本烦恼 所以 这样子的 无名 我吃 叫做不共无名 有什么过失 你说呢 那这三个 不叫根本烦恼 是什么 叫做 随 烦恼 所以你看第三行 这边的 不共无名 不是以根本烦恼 共 非不与随烦恼共 也就是说 他可以跟随烦恼共 所以这四个 不是根本 都是随货所赦 都是属于随烦恼 没有此事 那你说 他是属于随烦恼 是哪一种随烦恼所赦呢 你解释一下吧 两方面回答你 第一 他不是 二十种随烦恼 不是大随 也不是中随 也不是小随 是二十种随烦恼 外 那依据是什么呢 就是法运族论 杂事品里面讲 你要解释 随烦恼的谁 那个杂事品 就是 法运族论里面的杂事品 所以有很多种解释 一种解释呢 就是说 只要是分位差别 随其所应 根本的分位 根本烦恼的分位 通通都叫做随烦恼 所以呢 这里面呢 就注解里面说 你可以去看一些实地论 也有类似的说法 等于 为什么叫随烦恼呢 你从四种定义 通通都可以叫做随烦恼 通一切不善心起的 就叫随烦恼 通一切染污心起的 第三个 与个别不善心起的 第四个 三性心起的 但是呢 非一切处非一切实 这样子通通可以叫做随烦恼 若杂事中 杂事就是我们刚说的 法运族论里面的杂事品 还有这里面讲的 世尊所说诸随烦恼 广说乃至愁叹忧苦 随饶恼等 及色事分 广所分别 这个色事分是 余杰斯利文的色事分 如是一切诸随烦恼 皆是此中事相差别 随其所应相色应之 所以等于呢 只要是会扰乱你的心的 不一定呢 只能够是这二十种随烦恼 所以他就是依据这个去讲 所以你看这个第六行呢 就讲了二 第二解释呢 这个就叫做随烦恼 怎么说呢 不正知 大水里面的不正知 用来解释我见 小水里面的 焦慢的焦 解释成我慢 吊举 解释成我爱 只有无名一种 是根本犯了 其他三个 相当于就是 不正知 焦跟吊 这个是第一派的说法 这种说法很容易就被打败 很容易被博倒 所以第二派 第二诗就说 这样的说法 比如说 礼教相为 纯粹定义 随烦恼当中 没有这样讲的 没有说这三个 我见 我慢 我爱 叫做随烦恼 因为这三个 最后一行 这三个只能够说是 根本烦恼 六种根本烦恼当中的 或者是 十烦恼当中 所设 那么六烦恼就是呢 1081的第一行 余杰论等说 六根本烦恼 十烦恼的话就是 对法等论说 十根本烦恼 所以这三个 我见 我慢 我爱 如果不是属于 余杰论等的六根本烦恼 就是 杂吉论 里面的 十烦恼 所设 怎么叫做 随烦恼呢 所以你说 那杂吉论的 十烦恼怎么来的 那 其实就是把那个 贱 贪嗔痴慢疑 那个贱 在开出呢 天台中讲的 五历史 撒迦 编直 贱 协贱 贱取贱 借贱取贱 所以就是 天台中讲的 五顿史 五历史 再杂吉论说 这个就叫做 十烦恼 所以六烦恼 我们 白法明文论也说 贪嗔痴慢疑 不正见 OK 十烦恼 现在不熟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搞清楚了这个 他的意思之后 你往前看 刚刚没有解释的 1080的最后五行 第二诗呢 的说法有分三段 首先破前 就是比说礼教相为 第二呢 深义 深义的话呢 必须是1081 最后那几行 开始呢 他讲他自己的看法 前面呢 都是在否定 第一诗的说法 然后呢 后四难 后四难的话呢 就是这个 1080 1081 1081最后一行 科判 海山四难 四难 然后呢 就1082的这两行 成为书人的文 好 这是科判先解释了 好 回来1080 倒数第四行 为师里面定义的 随烦恼有20个 大随 中随 小随 就叫做随烦恼 不叫做根本烦恼 非名烦恼 非名根本烦恼 如前已说 然后呢 从来没看过 为师定义 随烦恼 叫做根本烦恼的 所以这里面 有三个斗点 符号 请把它拿掉 不见 不正知 名我不正知 亦不见 交 名 为我交 调 名我调 怎么会斗点 会放在那里呢 这样会让人家误会 你可 不见 冒号 不要冒号也OK 意思就是说 从来没看过 不正知 叫做我不正知 也没看过 交叫做我交 调叫做我调 只有你自己这样解释 什么解释 就是第六行 第六行的最后一句话 你看 他说 那不正知 就是我贱 叫做我慢 调叫做我爱 所以第二诗就给他反驳说 从来没看过 经论里面 哪里有这样定义的 谁烦恼就是谁烦恼 哪里是根本烦恼的 所以 所以这个 这到底是哪里 好 所以你看倒数地上 又离二十万 无别尺三水 除了 我又是你们定义 谁翻了 这二十个之外 哪里还看过 所以有这三个叫做谁烦恼的 无别尺三水 更别推求无尺三顾 四为一时 所以找不到哪个地方可以找得到 这三个叫做谁烦恼的 所以这就是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就是 他不在六根本烦恼 也不在十根本烦恼里面 然后第三个 你看他的科判 这是天二 再来第四行 1081的第四行 这个科判是天三 处处皆说 染污莫纳 与四烦恼 横相应 所以都是 四烦恼就是四根本烦恼 所以论里面 到处都说 是四根本烦恼相应 不是 是谁烦恼 不言与谁烦恼聚 只有跟四烦恼聚 对法第七说 诸烦恼皆明为谁 也就是说 杂吉论里面有讲到 诸烦恼 都可以叫做水 或许根据这个对法第七 前思可耳 勉强还可以同意你 如果你用的是杂吉论第七的这个 但是呢 基本上来说 水烦恼就不是根本 现在跟第七事相应的这个 都是根本 你应该要这样讲 都是根本 勉强可以用杂吉论第七卷讲 也算是一种水烦恼 但是 是水烦恼 它就不是根本烦恼 所以杂吉论第七到底怎么说呢 你看杂吉论第七这边 水烦恼者 也就是在第七卷 他定义说水烦恼者 为所有烦恼皆是水烦恼 为什么呢 因为有水烦恼非烦恼 这个意思是什么 有些水烦恼不是根本烦恼 因为这种定义之下 除了根本烦恼 其他的染污行运 所设一切心所 都可以叫做水烦恼 此物云合 为除贪等六根本烦恼 其他所剩下来的 染污行运 所设的 正等诸心所 又贪嗔痴 明水烦恼心所 由此水烦恼 水烦于心 如果你要这样定义 水烦于心 令不离然 令不解脱 令不断葬 从这个定义去讲 这些根本烦恼 也可以叫做水烦恼 是这种状况 把根本烦恼 也定义叫做水烦恼 因为当你有这些烦恼的时候 就会水烦于心 令不离然 令不解脱 令不断葬 所以如世尊说 如等长夜为贪嗔痴 谁所恼乱 心恒染污 是这样 所以葵姬大师说 第二诗说 你要说他是水烦恼 你就必须要 引用杂吉论这种定义 但是杂吉论也刚开始说了 除贪等六根本烦恼之外 才叫做水烦恼 否则的话 你就必须是从这个定义 会令不离然 令不解脱 令不断葬 是这样 所以根本烦恼 你不能够随便说 他就是水烦恼 所以1081的第六行 最后一句话 即使三种 为说是根本 纯水烦恼中 没有这三个 所以证明这三个 哪三个 我贱 我爱 我 慢 怎么老师会背不清楚 所以不是水烦恼 那如果是这样 那请问这个 我吃 那就是无名 为什么叫做不共无名 请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叫不共 因为如果根据 刚刚记者论讲的 不共是不跟着 这些根本烦恼 那你的 你的 这个无名 为什么特别要叫做不共 不共无名 你怎么定义的 来 第二诗呢 他就这么说 这四个当中 无名是主 虽然其他三个 都会跟着一起起来 虽然其起 一名不共 从无死记 横内昏迷 城不省茶 痴真上故 所以特别把那个痴 叫做不共 所以 如果 不是这样特别强调的话 1082月这边 此具 建党 具起的 我见等 加三个字 此具起的 我见等 因名相应 但若为主时 加一个当 但如果从 谁是为主 如果用 谁为主的话 那 因 同名不共 加个同 如无名故 许亦无师 这个 这样白话 加几个字 白话 这好看多了 但是透过 亏西大师一注解 就完全不懂了 什么 什么 他本来只有一个解 他变成四个解 所以你在 你再从头看一下 你在从头 1081页 这边看 他怎么解释 他说 这四个当中 我吃这个无名是主 所以是主 为主 所以是 有这个东西就会 人家会跟着他一起起来 所以你看倒数第四号 主是自在意 为因一意 与彼为一 要靠他 才会跟着起来 所以说他叫做不共 所以 虽三俱起 这个无名 也叫做不共 所以 倒数第四号 何故无名 名为不共 为从无始祭 无始以来 长夜 长起 横内昏迷 明一切时生 臣不省察 从来没有觉醒过 张横止我 无休反时 此意总显 吃 主 自在意 我现在终于明白 为什么当时候 吴道琴老师 一直要解释 十二英元 那个无名 是 从来就有 他就是根据这个 无始祭以来 本来就有 可是这样子的一种解释 就会让我们 马上问一个问题 那他为什么本来就有 佛法不是讲一切因缘生吗 他可以无因而有 本来就有 所以我们当时候研究 研究中论 研究波人 对这种解释 无始无名 你解释 无名是无始 从来就有 无始祭以来就有 就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你对于那种 所谓的 无因而有 无因生的那种观念 你怎么去套 你怎么去解释 你怎么套用这个来解释 无始无名 原来他就是 被为事的这种 说法 挡住了 那我们是被纵观的说法 挡住 我们才会误会 所以各有一套的用词习惯 我们只能这样说 所以我们这边就不去问他 为什么说他可以是 从无始来就长夜横起 凭什么他可以这样子 所以这个他是在讲第七世 他已经不是在讲第八世怎么来的 所以你不要再问这个问题了 他为什么可以长夜 长夜以来 无始来就自然而然 就有在那边 你不要再问那个问题了 否则又要去争论到说 那谁是第一阴 的问题了 好 所以呢 如果这一段 他要去解释 无名为主 虽然 你看他 虽然 其他三者跟他一起起来 他也还可以叫做不共 为什么他要这样说 因为 拒责论里面讲不共就是 你不可以有跟其他的东西起来 就是1079月最后一行那个 要无获相应才叫做不共 所以他这边就是回答你 虽然这三个会跟着一起起来 他还叫做不共 因此他下面解释说 他是主要的为主 他特别 作用特别强 所以你看倒数第二行 1081的倒数第二行 总显吃主自在意 但是到了1082页 他就假设一些问答 来告诉你 说叫做不共 不是只有我吃 可以叫做不共 如果具体的我见 我爱 我慢 为主时 他们也可以叫做不共 如同无名叫做不共 也可以叫做不共我见 不共我爱 不共我慢 许亦无私 所以因此强调不共 就是为主 他只是强调为主 这样子 再问一下 第081倒数第二行 他讲说你那个 横内婚姻 第三行 倒数第三行 都没有行查 然后张横指我 就是说那个第七的我 没有修法 你一定要把握住 他现在讲的是 异生位 横肤 所以要从前面一直来 1079月倒数第二行 他问话的是 染疫横与四货相应的前提 为什么横与四货相应 是什么状况 是横与四货相应 一定是只有异生位 否则你就要套用前面 有学圣道起来的时候 当他是无 什么治国 法空治国 法空治法空治国 他就没有了 好 所以这个1081解决了 现在开始来 1082 所以我们说 那这样的话 那会跟他一起来 跟着我吃一起起来的 我见 我爱 我慢 可以叫做相应 但是如果为主食 他是不是也可以叫做不共呢 所以你看 葵姬大师的注解 他真的是 回答你 世难 可是呢 世难呢 首先说 这一行 是外人问 是外人问 此句见得 非为主顾 具实起来的 我见 我爱 我慢 所以他就说等 还不叫做主 非为主 不为主 就叫做相应 若许为主 他也可以叫做不共 以吃利与 以吃利与为主 为主 也就是说你可以 如果他们为主的话 我见为主的话 就可以叫做不共 我见 我慢为主的话 就叫做不共 我慢 我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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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 那么就如同 无名为主的话 就叫做不共 无名 所以你要允许 这样讲法 也没有过失 所以你看第六行 会计大师说 于三为主 此亦得名不共 亦如无名为主 亦故 但此亦未详 请看解读这边 那为什么第一句话 叫做第一节呢 因为你看1083页的第二行 1083页第二行 最后节语告诉你说 以上何为四节 何为四节 就是说你要找到关键字 是又 还好我们课本已经 已经帮我们分段 如果以前没有分段的话 你到哪里去 说这哪里叫四节 你看1083的第二行 又如无名以下 这是第四节 往前推1082页倒数第三行 又此句见等 然后倒数第四行 又如无名故 所以倒数第三行 是第三节 倒数第四行是第二节 往前推的这些 都叫做第一节 所以我们来看解读这边 第一节 你看当我见我慢我爱 这三个为自在主时 亦得名为不共我见 不共我慢 不共我爱之法 以及亦如 我吃的无名 为自在主时 叫做不共无名 一样的 然而所言的 这三个 不共我见 不共我慢 不共我贪 此意未详 所以我简单写 你就在那一个 此意未详 上面写个但 但此意未详 为什么呢 不见诸论 民不共贪固 没有其他的论点 讲到有这种 不共我见 不共我 那不共我贪的 不见于诸论中 有这样的名词的 接下来难懂就在这里 唯有对应于其余六四中的痴 六四中的痴 不明为不共 诸论点都说 只有第七末那四的痴 才叫做不共无名 是这样的意思 他的白话是这个意思 其他的论点都是 对着其他六四里面的痴 只有第七四的痴 才叫做不共无名 其他六四当中的痴 都不明为不共无名 这个是课本这边两句话的意思 对于吃故论多说吃 你看他省了多少字 于理而言 其实贪等 如果当其为主 为生死之本时 贪有让我们下行没落意 慢的话就会让我们上行高举意 所以贪为主 他为生死根本 也可以是不共贪 慢为主 他也是可以不共慢 因为如果以他为主的时候 所以贪等 也可以有不共义得 明为不共贪不共慢等 这就是理时 于理而言 其实贪慢 当他是为主的时候 也可以叫做不共贪不共慢 然而 然此诗意 课本写的 然此诗意 他就加几个字 然今综合此第二诗意 并非位于第七摩纳诗中 有不共贪 不共我贪 不共我慢等 第二诗不用这三个不共 因为第七诗中 以此我吃为自在主顾 事以子力 我吃为不共无名 此诗意非第七诗中 有不共贪等 只是无名为主顾 如果刻白这边你加两个字 只是无名为主顾 接下来 今为据 为据 比 前六诗来做讨论 才会说呢 这三个如果为主时 也叫做不共 如无名 故 许亦无师 所以这个就是他说 今此据比六诗做论 为据比前六诗来做讨论 才会有刚刚的那个讲法 这三个为主时 也可以叫做不共 不共我贪 不共我慢 等等的 若此诗意 可是如果照第二诗的意思 这种前六诗的独行贪 叫做不共贪 六诗中的独行贪 叫做不共贪 而比不共贪 则同于见所断修所断 于不共见不共慢等 也是这样 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维持与余或相应的贪心所 这边这是关键 跟其他贪称痴或相应的 这些贪心所 并不是由于与六诗的慢等 去相应方式名为相应 而是由于不为主顾 才叫做相应贪 你看有没有 与其他的烦恼相应的贪 并不是由于与六诗的这一些相应 才叫做相应 而是因为他这时候他不为主 他如果为主就叫做不共贪 他不为主就被叫做相应贪 并不是因为他要跟其他的烦恼相应 才叫做相应贪 是他不为主 是这样的意思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你看 为此拒贪 不与六诗慢等拒贪 方明相应 而是不为主顾 如是有自在为主作用的不共无名 除了在第七摩拉寺外 于是也有 也就是如果你这样定义叫做不共的话 OK的 只要他是为主 所以这样子的不共无名 不限定于第七诗中有而已 第六诗也可以有 所以我才会说关键字 关键的句是在这三行 也就是只有理论 理论生教授的这样解释 我才看懂 这段是这个意思 这是第一解 再看一次 维持与余获相应的贪心所 不是因为跟六诗其他的烦恼相应 才叫做相应 而是因为他不作主 不作主就不能够用不共 不叫不共 他就叫做相应 当他作主的时候 如果是这个贪是作主 他就叫做不共我爱 慢作主就叫做不共我慢 也可以的 无名作主就叫做不共无名 这种定义的话 那不限定第七诗的无名 才叫做不共无名 这是第一种解释 所以你看第一解 这个是根据集成篇 帮我们整理出来 但是他有两个字写错 第一个解释 这边应该改成相应 所以我说瓜糊 此句见等 因明相应 若为主时 因明不共 这是问话的人 也就是说 跟着一起起来的 我见我慢等 叫做相应 但是他如果作主的时候 也可以叫做 不共我慢 不共我见 不共我贪 可不可以呢 答如无名故 无名作主 所以叫做不共无名 你这样要叫做 不共我见 不共我慢 许亦无师 所以我们课本分段 是根据第一解来分段 所以他看 他做不做主 做主的时候 他就叫做不共 你要这样子说他 我见我慢我贪 也叫做不共 是可以的 许亦无师 这是第一解 如果第二解呢 倒数第四行 你看 如无名故 他说 到如无名故 都是问 总是难闻 许亦无师 才是回答而已 所以你看 集成篇呢 就帮我们整理了 郑东东 到这里 通通通都叫做 提问题的人 最后 可以啊 没有问题啊 回答 论主回答 可以啊 这是第二种解释 第三种解释 我们先看这边 居生篇这边 此句见得 因明相应 是破第一诗 也就是跟着其他烦恼相应 一起起来的 那个只能叫相应 不能叫做不共 如果他为主时 因明不共 如无名故 那是前师 反问说 照你这样说 照你这样说 只要为主 都叫做不共 就像无名 这样不共 所以 我贱 我慢 我贪 也可以叫不共吗 后师说 对啊 许亦无师 第四个回答 首先呢 前面两句 是破前师 你们那样子 一起起来的 只能够叫做相应 不能够叫做不共 然后呢 若为主时 因明不共吗 前师反问说 你可以这样定义吗 然后呢 后师说 如同无名 因为主时 叫做不共无名 你的我贱 我慢 如果以一样为主 那也可以叫做 不共我贱 不共我慢 不共我贪 也OK啊 许亦无师 所以变成分断 断句的问题 就可以这样四种解 然后呢 集成篇告诉我们说 在四节中 第四 书为稳畅 一开始 我把他抄下来 我说我都看不出来 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书为稳畅的 第一个我还看不懂 再来 我怎么不知道 有哪一个比较稳畅 后来东看几遍 说我还看懂 原来他是认为 第四个比较 比较OK 也就是说呢 这当中啊 变成呢 有破 有问 有回答 那这样的话 如果是照他 第四回答的话 第四种解释的话 我们的断句 是不太对的 我们的断句 我们的断句 我们课本的断句 是用第一解为主 那这个第三解的话 它就说明特别多 你看1082页 告诉第三行 你看 此句见等 因明相应者 是破前师 为什么呢 就是你们说呢 这个一起起来 跟其他烦恼一起起来 就叫做相应 那我见可以跟着我慢 一起起来 可以跟着我谈一起起来 懂明叫相应 不可以叫做不共啊 无明也是啊 那么前师见等 一明不共 竟然非主 因明相应 总是第二说之文也 所以 这个不是主 都叫做相应 都是第二说 你看他这边讲了 若为主时 因明不共 是初师难闻 前师难后师 你看我这边 包括 瓜胡的 瓜胡的基神编告诉你 这句话就是 初师难闻 就是前师难后师 我们刚用白话讲了 说你 什么 为主的时候 都叫做不共 就像无明叫不共无明 难道 我见也可以叫做不共我见 我慢也可以叫做不共我慢吗 所以叫做前师难后师 若以为主 若以为主 名为不共 那此据见等 不为主时 会不共 那这个 不为主的时候 就不是不共 那余六四中的 那余六四中如果见等 为实 那他也可以叫做不共吗 所以 如无明顾 论达 取义无师 所以 后师就回答说 可以啊 为什么不可以 我想 你们当中 有人可能还是不太懂 这四中有什么不同 没有关系 你回去 自己模拟模拟 假设有人 一个人跟你对话 那个人是第一师 你是代表第二师 你怎么去 去套这四 四种解 你说 干吗这样麻烦 你不想麻烦 也OK 你就照我们 我们课本的分段 就用第一节就好了 但是他又告诉你说 第四书为稳畅 那么第四是什么呢 就是有三段 你看破前师 前师难后师 然后后师答 这样互相问答问答 所以这个 是第二师 里面 他说呢 最重要就是 不共的意思 就是为主 那他的问答 最重要就在哪里 你说他为主 可是你又说 其他三个会一起起来啊 我贱 我贱 我慢 我爱 或是我贪 都会跟无名一起起来啊 那他 是不是也可以 一起叫做不共呢 所以他一直跟你强调 1081的这个强调 这四个里面 无名为主 而且这种无名 虽然其他三个会跟他一起起来 但最主要就是 因为有这个无名 从无始祭以来 横内昏迷 让你沉不醒茶 然后吃 增上 所以特别把无名 在这四个当中 冠上一个不共的词下去 其他三个不说 其实要说也可以 讲白话一点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后面的问答子是告诉你 说 以这个不共就是为主 的意思 你硬要说呢 那大家都一起起来 只有他叫做不共吗 我可不可以叫做不共呢 他说OK啊 也可以啊 白话一点就是这样而已 这是第二诗的意思 明明就这样简单而已 那我们亏稽大师 硬是把它分断 断去 断来断 代表 这些大师 脑袋常常想很多 那是不是说 本来群众大师就有这个意思 只是呢 文字上就就这样安排而已 所以 他是他的学生 就要把大师的意思呢 再详细的再说明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 好 这是第二诗 再来第三诗 跟历史的这个奖励 不是写的字都一样吗 怎么会 怎么会一样 明明不一样啊 我看起来 看了半天 我看不懂有什么不一样啊 哎 相应跟共有在不同位置的地方 你注意看 你注意看哦 第三 此句见点 阴明相应 破前诗 若为主时 阴明不共 如无名故这句 你注意看 如无名故这句 是在前诗难后诗的内 的范围内 这是第三解 第四解 如无名故 是后诗的回答 你没注意到哦 你没注意到哦 这就是我们输给亏姬大师的地方 人家集成篇厉害 就厉害在这边 他帮我们整理好了 那我的厉害是能够把这资料 找出来给你们看 我只是厉害这一招而已 叫我自己解释 叫我自己把他这四解分辨出来 我也分辨不出来 是还好有这些资料 可以供我们参考 当然我的厉害还可以加以解释 不过我开始看 我看不见 就想你这样 这有什么不一样啊 我也注意看 我说如无名故这股 未知不相同 好 再来第三诗 第三诗呢 这个注解里面说 这个就是护法正义 这边出一眼 那这个是护法论诗的本义 用这个解释不共 这有意 此之明不共者 如不共佛法 为此事有故 先用批语的 要告诉你说 这种不共无名 说他不共就是只有第七事有 就如同十八不共法 这些十八个功德 而为什么说是不共呢 是只有佛所成就的 连菩萨都没有成就 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这个他的解释里面 你看下文有三 一是不共 第二 问答辩 也就是若耳下面 那个就是属于问答 然后呢 三显差别 这个是在1085页 1085页的第四行课判 你看显差别 那不共无名中有两种 一个叫做横行不共 一个叫做独行不共 好 回来1083 那这一段呢 就是色论无性 这为什么他不写无性的色论 无性论诗的色大三论诗 其论本义 义同于词 同于词是什么 只有第七事有这种不共无名 也就是说这种不共无名 不可能放在前五事 也不可能放在第六意诗 所以诵言句行一切分故 而且是横起 这种横起的不共无名 只有第七事有 故此无名为此事有 于是所无 就如同福的十八不共法 非二圣共 不要说非二圣共 连菩萨都还不完全去主 所以这种不共 不是讲十八当中的某一个 是十八当中的不共 不是 是整个就是佛所成就的 不共其他的二圣菩萨 所以不研制十八中为一法 而是不与余法共 应该这么说 不与余法共就是 其中的一法不与其他十七法共 不是这个 这个应该连起来 而是这整个十八不共 不共是佛所成就的 不共二圣不共菩萨 不是讲说十八个当中的一个 是有别于其他十七个 不是 所以这个社论无信 这个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 复习的时候 那个1079月 1079月倒数第七行那一段 那两行 1079月倒数 倒数第七行那两行 社论无信第一见云 就是说在前五四里面没有 在第六一四里面 染污的第六一四里面没有 不染污的第六一四里面也没有 只能够在第七四 对于这个的话呢 掌中书要多说了一些 请看这边 掌中书要不共无名有两个 也就是说在经论里面讲到不共无名 一个呢是与根本烦恼一起起来的 那也就是第七四的 跟着我爱我慢 这些根本烦恼一起起来的 而且横行一切分 于事所无 不是其他的室友 只有第七四有 这种不共无名 就是第七四的不共无名 第二种呢 不与根本烦恼一起起来的 叫不共 那这个的话呢 那就不是特别定义 第七莫纳斯的这个 我吃 所以他才会说呢 这种这样子的定义 只要不跟根本烦恼一起起来的 还分成两种 第一 他可以跟小随烦恼 中随烦恼 大随烦恼起来 他只是不跟根本烦恼起来 他可以跟随烦恼起来 但是呢 他不跟那个根本烦恼起来 这是第一种不共 第二种不共的话呢 不与小随跟根本 但是呢 他可以跟中随大随一起 他也叫不共 那这个就是呢 我们上次给你们看的那个表 是这里吗 不是 是下面 这里 所以 只要跟根本烦恼不相应的 就叫做 独行不共 独行不共里面 再分成 可以跟小随烦恼 叫做非主独行 然后呢 或者是呢 与小随烦恼不相应的 那就可以跟中随啊 大随啊 所以呢 与根本烦恼相应 就叫相应无名 只要是跟根本烦恼不相应的 就叫做不共无名 所以 不共无名再分两个 一个呢 是 是可以跟小随 一个是 跟小随不相应的 非主独行 或者是主独行 不共 但是都叫做 独行不共 那这个横行不共的话呢 就是第七四相应的 所以这边呢 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它不与小随 也不跟根本 不共 但是它可以跟中随大随 那么 随其所应 后二意通上戒 然与相应多少 上下戒别 然为三句 也就是说呢 一个 一个是为见到所断 这是独行 是独行四地下 我觉得我还是懒得去查 第二个呢 为修道所断 那就是第七四的不共无名 横行不共 这是为有修道所断 见到不能断 那么第三个 通见到修道断 就是会跟小随 横行相应的 所以起码这个掌中 书要 已经呢 把这个与根本聚 横行一切的 这叫做横行不共 然后呢 这个不与根本聚的不共 也就是我们刚讲的 独行不共 只是独行不共里面 再分成 有没有跟小随烦恼 这边呢 是小随 中随 烦恼 大随都可以 只要不跟根本烦恼 然后这边呢 是不跟根本烦恼 也不跟小随 但是可以跟中随 大随 分成这样子 但你这个角 横行不共 是只有第七四 横行不共 那独行的话就是 那个组独行不共 没有标 列还是七 你不会看那个表啦 不是我没有标 你看不懂我这个标法 比较你 比较不同意了解 你看到没有 与本或相应 跟与本或不相应 两个都是在第六四相应 对 刚才说相应 它只不过就是这两个非主独行 主独行都属于独行不共 也就是说表如果要画完整一点 因为我的宽度不够啊 要画完整一点的话 是这两行之后再画一个这个 有没有 我把这两行 我把这两行再用这样子的这样一个框框 框起来 通通框在里面 然后与本或不相应再拉到下面 那就要变拉得很宽 要变拉得很长 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我的空间有限 所以我只能够用这样表示 所以凡是虚限的这两个 与本或相应跟本或不相应 都是跟第六四相应的 跟第六四相应里面有这么多 只有横行不共 跟第七四相应 是这样 好 那这个十八不共法 佛的十八种功德 为佛独有 不与三生共有 不共 所以这边很简单 多用几个字而已 生无师 口无师 念无师 无意想 无必定心 等等等等 这十八个 这个佛学常见识会用的词比较简单 所以最重要讲的十八不共法 这不共就是不与三生共有 生文原觉菩萨 是佛独有的 所以课本这边说 不是十八个里面的其中一个不跟其他十七个相同 不是这样讲法 是整个十八个 通通是佛独有的 所以不共无明这边讲的 这个无明叫做不共无明是第七四独有的 其他是没有的 是从类似这种讲法 是这样去解释不共无明 也就是说以此类推 你前面那个讲法其实就不对了 因此下面1083又回来 照你这样定义叫做不共的话 只要跟人家不一样 都完全人家没有的 那我也可以这么说 于是相应的烦恼 此事中午 第七四里面没有的 那其他的那个是不是也可以叫做不共呢 你说这种无明只有第七四有 其他事都没有这种无明 所以这样叫做不共无明 那我其他的烦恼 其他事的烦恼 是你第七四里面没有的 那我那些烦恼 是不是可以叫做不共呢 他马上回答你 依书胜义立不共明 非父所无 都叫做不共 不是我有的 你没有就叫做不共 你有的我没有 你可以叫做不共 不是这样 还要有一定的定义 书胜义 那书胜义是什么呢 就是最后一行这边 于是无耻 骗三性心之无明 这种无明竟然可以骗在 善不善无忌三性心中 横一切分 巨形一切分 也就是前面纪宋宁讲的 巨形一切分 横起 没有间断的 所以这样子的 这才叫做不共啊 你跟其他有的烦恼 第七四没有的 那多的是 但是哪一个是能够具足这种特性的呢 所以 所以倒数第四行呢 前世难言 于是相应的烦恼 如见取等 此事中无 第七事都没有 那我可不可以 那取那些烦恼也叫做不共呢 他说不可以 第七世的这种无明呢 特别厉害 特别殊胜 殊胜在哪里 骗三性位 最后一行讲的 骗三性位 于是 其他的事没有这种骗三性心的无明 特别去讲这个 所以1084月第一行 这边 非再自有 于是所无 叫不共 这两句我也在想 整一步 这是要怎么看 结果 看着理论生教授 哦 这样 简单 我加几个字 非是在自有 而于是所无 便名为不共 非是在自有 而于是所无 便名为不共 没有那些事情 不是这样 不是说我有 别人没有 就这么做不共 这样你就知道 他的意思 因为前面的说 那我其他事有的 你第七事没有 我可不可以 叫做不共 不可以 不可以 所以1084的第三行 重显 特别强调 第七事相应无明 无始横行 一直都在 而且他有特殊的功用 仗争意志 如是甚用 于是所无 为此事有 故民不共 你就从这边 你就可以知道 我们凡夫 多可怜 我们又一直 带着这种不共无明 那你既然这样定义 他马上就说 你看 既而 此聚三 因民不共 你看他注解 此万人难 此事相应的这三个 我见 我慢 我爱 也可以叫做不共 因为什么呢 亦非于是有 也是骗三信心 所以前面第二诗的观点又来了 是这样没错 但是呢 无明是主 独得此名 所以此论主通 就是通事 回答你 如果以为主义的话 那OK 无明是特别的 所以称他为不共 无明 所以不许 见等名为不共 比非主顾 从这个角度去说 那其他三个就不能够叫做不共 所以请看这个程卫士论集结这一段 你就更清楚 这边的解释 你看 苏圣意 说呢 你这个为什么叫不共 因为具有苏圣意 什么苏圣意呢 为此无明 念念 障彼 当身 无漏制 令不起 有这个东西 就会障碍你这一生 不会起无漏制 由此圣用 于事所无 这种苏圣的作用 只有第七四有 顾名不共 那接着就问说 那既然你依着是这种 第七有 书圣意力不共 那其他这三 跟第七四一起起来 这三个 是不是也可以啊 则子余一三 意义第七四有 仗制用 也都叫做不共 为什么只有无明 才叫做不共呢 答 为此第七相应无明 是仗平等性质之主 故独得此名 会障碍你得平等性质 其他的像我贪 是单着 我慢 是高举 我贱 是直我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讲 也可以叫做不共 但是呢 对着其他四的这个贪 慢 我贱 也有这样的特性 所以对比于是相应的无明 只有第七四的无明 特别有这殊胜的力量 所以对于对比于是相应无明 力不共鸣 这就是课本的倒数第三行 或许于三 一名不共 对于吃故 那个于就是于是相应的吃相应的无明 且说第七四的无明 调作不共 因此 亏基大师的解释 你看倒数第二行 此第二四 你说第一四在哪里 就是倒数第四行的 此论主通 你可以把那个通下面写个四 解释的四 此论主通四 然后第二四叫做别四 第一四是 一般来说 这四个当中无明为主 独得此不共的明 但如果呢 这个对着其他四 也有无明来说 第七四的无明力量特别强盛 什么强盛的力量 障碍平等性质的升起 所以 且说第七四相应的无明 叫做不共无明 所以你看 若而何故为说无明 最后一行 那既然其他三个也可以叫做不共 为什么特别把无明叫做不共呢 对于是中的无明祸故 且说此事不共无明 非为此于三 不明不共 并不是说呢 只有无明叫做不共 其他的我见 我爱 我慢不能够 不能够叫做不共 不是 而是呢 这个第七四相应的无明呢 特别有书生的作用 什么书生作用 障碍我们 生起平等性质 这种无明 而且很难省觉 就像前面讲的 从无死记横内昏迷 尘不省觉 那么1085月的第一行到这里 然后最后一句话 为余部既于是无明是不共色 其他的不派啊 其他的不是为是中的话 也有人说其他的事的无明也可以叫做不共 但他们所定义的这些不共无明 都不符合一个条件 骗三信心 虽然他们号称那些无明也叫做不共无明 但不是像为是中定第七四的无明叫做不共无明 是因为他们不骗三信心 而且经此圣用第七四的无明 为是中所定义的这种第七四的无明 有此圣用 还能够骗诸心 就是骗三信心 故偏对比说 余三不叫做不共 因为这个是论诗理准 也就是硬要说其他三个也叫做不共 我见不共我爱不共我慢 这是以理来推的 没有看到有论文这样讲 未见正文 经论里面有把那一种 我见我慢 我爱叫做不共的 这样子 所以到这里 这个就是回答那些问题 接下来显差别 你看科判 天初显恶别明事的有无 什么意思 就是不共无明分两种 一个是横行不共 一个是横行不共 只有第七四有 于是所无 第二种不共无明叫做独行不共无明 那此事非有 第七四没有 第七四有的就是横行不共 独行不共 那是第六四有 第二天恶隐正 故于且说无明有恶 若贪等聚者明相应无明 非贪等聚者明独行无明 然后这个是天恶隐正 下面1086月只是在去解释 这个独行无明里面有主独行 非主独行 这个不管他 先跳到1087第一行 天三 大小圣的差别 大小异 横行不共 于不所无 这种横行不共无明 其他的部 中派没有人这样定义 只有大圣为事里面有 可是独行不共无明 此比具有 大圣小圣 通通都有 所以如果你不去看中间这个主独行 非主独行 直接看他的科判这样三段 大概也很好懂 他中间引用这个余学士理论 只是告诉你说 有两种无明 一个叫相应无明 是跟着 贪嗔痴 根本烦恼起来的 那独行无明 就是不是跟着贪嗔痴 根本烦恼起来的 与学士理论定义 只有这个 相应无明 跟独行无明 只是独行无明里面 可以有一个 不共 应该说 不共无明里面 可以有一个独行 不共无明里面有一个独行 那横行不共是只有 为师中里面有定义 所以今天第一堂课先到这里 下面1085页的解释 我们再休息十分钟 来吧 我们第二堂课来开始 所以 所以这个 1085页 1085页 这边 护法论师呢 他特别去讲 不共无明 总有两种 一个是横行不共 一个是独行不共 如果横行不共 那只有第七世有 你看这边 横行不共 只有第七世有 那另外独行不共的话呢 就是跟第六世相应 第七世没有 与第七世不相应 所以他说 此世非有 那么 至于1087页这边 横行不共 于不所无 独行不共 彼此具有 这个是呢 大小圣对于这种 不共无明的定义 没有人有定义 那个横行不共的 只有大圣为师里面有 基本上的话呢 人家只有在定义呢 这个无明 是相应无明 或者是不共无明 都讲的是独行不共 等于是独行无明 相应无明 独行无明 也就是说 其他小圣的说法 相应无明 然后呢 独行无明 这样子 那独行无明 就是跟根本不相应 根本烦恼不相应的 如果是相应无明 是跟根本烦恼相应的 那跟根本烦恼相应里面 的独行无明 再特别去讲 非主独行 跟主独行 至于说呢 这个横行不共 那这是只有 为师中有 你也可以这样看 那么 也就是说呢 跟第七是相应的 只有横行不共 其他的都是跟第六是相应的 相应无明 或者是独行无明 都是跟第六是相应的 好 所以 这个呢 你了解之后呢 回到1085页的第五行 不共无明 有两种 横行不共 于是所无 二 独行不共 此是非有 就很清楚 要强调的就是 第七是有的无明 称之为不共无明 是要讲的是横行不共 跟前面第二诗的解释 就不一样 第二诗的解释 还是在于呢 跟那个第六诗的那一个 跟那个独行不共呢 有一点混淆了 分不清楚了 他主要强调说 那个无明为主的时候 以这个定义为来 称叫做不共无明 为主的时候 他才叫做不共 因此才会问那些问答 那如果我贪为主呢 我慢为主呢 他说也可以啦 但是呢 毕竟呢 就没有人这样说嘛 论里面没有这样说嘛 那至于呢 是那四姐 我们那个孙学长 在群组里面说 那请我再讲一讲 你自己再仔细看一看 你仔细再看一看 就如同我们廖学长问的 第三跟第四有点一样 位置就不一样 再来就是 第一跟第二有点一样 就不一样 因为那个如无明时那句话 就不一样 就重点就是 如无明的那句话 位置不一样 是吗 我怎么觉得 我已经讲完了 你看 第一个看法 就是我们课本的分段 也就是说呢 如果跟着一起起来的 我见我贪 我慢 那么 他只能够叫做相应 那么 如果你要强调 他叫做不共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问 这些我慢 我们不要讲那么多 就是我慢如果为主时 我可不可以 把那个我慢也叫做 不共我慢 问话的人 问到这里 所以他说 持俱见等 就是简单的说 就是跟着一起来 那个我慢 应该叫做相应 好 那可是如果他 他做主的时候 是不是他可以叫做 不共我慢呢 论主回答说 就像无名叫做不共无名 你要说他叫做不共我慢 OK的 OK的 这是第一个 可是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呢 如无名故 都是问话人的意思 照你前面这样解释 无名叫做不共无名 那是不是可以我慢为主时 也叫做不共呢 就如同无名呢 所以回答说 是的 可以的 所以你看那个 108二页倒数第四行 他就告诉你说 到这里 如无名故 都是问话的人 所以一跟二 只是断句的不同 回答的人的话呢 说如无名故 是他所主张的 无名叫做不共无名 所以你要说 我慢叫做不共我慢 也可以的 等于如无名故 这句话 第一种呢 是回答论师讲的 第二种的话呢 是问的人说 照你这样说 无名叫做不共无名 那我可不可以 我慢也叫做不共我慢呢 这样子是断句的 不同而已啦 一跟二不同 在这里而已啦 那第三呢 就比较不同 所以亏计大师会 花了三行四行的文字 第一段 跟着无名一起起来 跟着我吃一起起来 这些我见我慢等等 只能够叫做相应 不能够叫做不共 所以到这里 一名相应 只是破第一诗的讲法 然后呢 如果呢 我慢啊 我见当作主的时候 也如同无名一样 叫做不共吗 这是前诗难后诗 所以等于呢 前面那两句呢 是后诗破前诗 第二诗破第一诗 然后这三句呢 是前诗问第二诗 你们说这样 这样叫做不共无名 只要为主 叫做不共无名 那我慢是不是也为主的时候 也可以叫做不共我慢呢 然后最后一句 就后诗说 回答说 是的 你要这样说也可以的 那你说第四个 第三个不同在哪里 就是如同刚刚第一跟第二的差别 如无名故 是后诗的回答 所以问话的人就没有 没有举例说明 他说 这个 如果你说这个为主时 就叫做不共 那么是不是 所以我慢 也可以叫做不共我慢呢 后诗就回答说 是的 如同无名 叫做不共无名 许亦无师 所以一跟二 三跟四 都只是如无名故 是谁在用的不同而已 那三四跟一二的不同呢 就是呢 前面这两句 你看三跟四 前面这两句都是前诗 被破的 后诗破前诗 但是呢 一跟二的前面这两句 都是问话人 等于是前诗的问话 只是呢 要去问后面这个主要的说 为主时 英明不共 他先把 把你说 照你的定义之后 这样子能够叫做相应 为主才叫做不共 并不是后诗破前诗 只是前诗 把后诗的意思 再同心起一下 这样听有没有 像就是听 那又没敢有 你回去音档 再多听一遍 这一遍 你还听不懂就没敢做了 来 1085月 现在呢 这个看1085月的第六行 下选差别有三 首先呢 张二 二别 应该说二别 哪两个不同 横行不共跟独行不共 来说明哪一个有横行不共 哪一个有独行不共 所以他干脆应该要写说 横行不共此事独有 独行不共此事非有 这样不是很清楚吗 他就要反写 横行不共 于事所无 特别强调 就是只有为事宗才这样定义 第七世的无名 是横行不共 那这个独行不共 跟第七世没关系 所以这是第一段 民事有第二引证 就是引证于杰斯利润的定义 就是这样 于杰斯利润的定义 原来就是只有讲到第六世而已 跟贪嗔痴 跟本烦恼一起的叫做相应不明 跟本烦恼不相一起的叫做独行不明 就这么简单 但是这两种都是属于第六世相应的而已 那么这个是所引证的 第三个我们刚讲过 在1087月去 不再说说了 那么此总反解不共无名 前此事则 一横行不共 此七句则事 这个则会更清楚 跟着第七世一起起来的无明 跟第七世一起起来的无明 才是横行不共 此七句则事 经此所争 我们所要争论的 就是告诉你 其他事没有 只有第七世有 那么第二独行不共 则与分等相应起故 名为独行 很奇怪了 明明跟分等相应起 为什么叫做独行呢 我当初看不懂就在这里 其实应该加两个字 名为非主独行 因为他跟小随一起起来 所以非主独行 或不予于聚起无名 独迷地理 此事非有 这是主独行 这是主独行 不共无名里面的主独行 所以你看意运这边 就解释得很清楚 此中意含两种 与分等相应是非主独行 下面那个独迷地理者 是主独行 实际上他已经讲了两种 只是呢我们课本这样子的分段 让大家不是看得很懂 应该在那个 其第二独行不共 用冒号 就会很清楚 但是用冒号又 择语这个用词习惯就感觉不对 等于呢 独行不共有分一 与分等相应起的独行 或二 不予于聚起的无名 与分等相应的是非主独行 不予于聚起的叫做主独行 那主独行的话 独迷地理 那不予于聚起的 就是不跟根本烦恼 不跟小谁 这个是这样讲 并不是说不跟着大谁 非不予大谁 八大谁 这个意韵呢 还没有写得很清楚 书语言写得更清楚 不共有两种 第一相应不共 这是第七诗中的 那个是横行不共 用个相应不共就觉得怪怪的 第二独行不共 不与根本烦恼共 非主独行与分等相应 非主 所以独行不共 不与根本烦恼共 不明不共 然第二独行无名 附有两种 第一是横行不共 他用相应 会让人家误会 要用这个 第二独行不共 最主要就是定义这个 不与根本烦恼共 就叫做独行 独行不共 可是独行不共分两种 非主独行不共 跟主独行不共 非主独行就是跟小谁相应的 那既然这样 他为什么还叫做独行呢 因为他不跟根本具行 所以就是这个 只要不与根本烦恼一起起来 就叫做独行 他可不可以跟小谁在一起 可以 他可以跟小谁 但是他不跟根本 跟小谁加一起的 就叫做非主独行 那因此他才会说 那为什么还叫独行呢 他就是不根本 不与根本再起来 但是独行呢 也是不共无名的一种 这样子的独行烦恼 不是第七所有 所以非主独行 还可以跟分等相应 小谁 如果主独行 就是不与根本烦恼 然后呢 不与分等相应 他也不跟小谁 这边是非主是可以跟小谁 所以那个表 所以说为什么要请你 把这个表记清楚 非主独行是 可以跟小谁 主独行是不跟小谁 完全不跟小谁 非主独行 非可以跟小谁 不是自己一个人 他也可以跟小谁 所以叫做非主 那如果呢 是主独行就是 也跟小谁不一起 但他又叫做独行 基本上这两个 都跟根本不相应 这样记 所以 所以这个地方呢 你看解读 独行不共无名 持种不共无名 得与分等十个 起来 但与贪等 根本不相应 所以这样子的独行无名 叫做非主独行 不是单独一个 他可以跟小谁 所以叫做非主独行 或有 或有不与贪等 根本繁草 也是不跟小谁 他不跟根本 也不跟小谁 但是 竟然他可以跟中谁 大谁 所以这样 叫做主独行不共无名 所以我那个表里面 就不把中谁大谁列进来 免得大家记不清楚 记不记得 非主独行 非主就是可以跟小谁 主独行就是不跟小谁 不跟小谁 但是可以跟中谁大谁 那主独行就是不跟小谁 独迷真如地理 就算是这样 第七世中非有 第六世中独有 那非主独行 就是可以跟小谁的独行不明 也是唯有在第六意识中有 所以总之 不管主独行非主独行 通通在第六意识 第七意识的无名 只有横行不共 没有独行不共 所以这个表 你一定要把它记好 在看这些解释的时候 你就不会混淆 你不要再去看其他的 你看其他的你会昏倒 你一定搞混 对 一个是在剑道 唯独剑道所断 一个是只有在修道所断 第七世的横行不共 只有在修道断 那那个不跟小谁在一起的 不跟小谁就是跟小谁不相应的 主独行围在剑道断 因为独迷地理 所以他是可以在剑道断 对 不会啦 主独行在剑道断 非主独行 剑修道 通 通 就是1086夜 你翻过来1086夜就讲这个 你其他都不用看 你看 四主独行 唯剑所断 非主独行 益修所断 益修所断就是通剑 剑修都可以断 所以我还好我没记错 所以你问对了 就是什么情况之下要断的关系 所以这时候1085夜这边 中间这个解释你就看得比较清楚了 独行不共里面跟小谁分等相应的 叫做非主独行 不与余剧起的叫做主独行 主独行 独迷地理 这个第七世里面没有 因为第七世有的是什么 只有横行不共 所以他说此事非有 是整个独行不共 通通没有啦 第七世通通没有啦 然后余杰伦说的这个 隐正 这个倒数第二行 五十八言无名有恶 但言非贪等聚 即令之与第六世聚无名非为第七 完全是站在第六世去讲 这两种贪等聚非贪等聚 又不仗与分等二十聚齐 故之为在第六世 所以他的原文呢 在五十八卷嘛 色觉则分里面的有行有事 等三地 无名中有两种 一烦恼相应无名 二独行无名 然后呢 然后呢 非无鱼吃而起诸祸 至故贪等 鱼获相应 所有无名 吃就是无名嘛 所以不是没有鱼吃 有鱼吃 又有贪 又有贪等相应 这样叫做烦恼相应的无名 又有贪 又有吃 又有贪 又有无名 这样叫做相应无名 若无贪等诸烦恼禅 但于苦等诸递尽中 由不如理作异故 顿慧似乎不他切罗 诸不如时简责 护葬 惨果 暗昧等心所幸 名独行无名 所以这个独行就是 没有贪等诸烦恼 但有没有无名 有无名 否则他叫做独行无名 就是不与本货相应 不跟根本烦恼相应 就叫做独行 与根本烦恼相应 就叫做相应无名 就是那个表 我们那个表这么清楚 只是他这边多加解释 那不跟贪等相应 竟然还有无名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对这些果报 苦地 极地 你完全搞不清楚 不如理作异 顿慧似乎不特切罗 愚钝的 没有智慧的凡夫 他没有办法 如实简责 会会盖帐 会残果 会暗昧 就叫做独行无名 也就是说 傻傻傻傻 有没有起贪 没有 有没有起慢 没有 有没有起撑 没有 你就是这样 很有受刑 抱歉 独行无名 所以有时候 说起来 我们做地主 不可以拍片自己的和尚 有时候 靖宫和尚强调是这种 会让人家误会 是这种修法 你都别了解 好好 设计就好了 就趁烫 一日一日 都把头清清 凸凸凸就好了 好可在意 还有说这句 读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他如果不接这句 真的就让人家说 你那就是 叫人保持这种状况 不如实简责 然后呢 负账 暗昧 设计有什么意义 所以 听靖宫老上的话 要前后文 把他连贯 不能够断章取义 但是 有时候老人家 说话会偏在一边讲 这个我们 虽然是做他的地主 有时候也是会觉得 还是有些状况 不太理想 但是他主要的 教学的宗旨 并不是这个 但是有时候 在讲的时候 就会偏到那边去 这个是难免 有时候像我们 像我们讲话 也是常常会觉得 这个人 很有挑战性 大家都要讲 都要讲 像我 我讲的是我自己 但有时候 我意思不是这样 听起来就这样 就像我们今天晚上 我在跟我同事 新进的同事在那边讨论 因为那个女孩子 她很喜欢持戒 就强调 她去受了真意戒 我说你受什么戒 菩萨戒 梵王菩萨戒 她去受真意戒两三次 我说 什么叫真意戒 你告诉我 你定义 什么叫真意戒 好凶喔 那些戒师 从来 你听过的定义里面 你告诉我 有没有很明确的定义 是根据哪一本经 哪一本论 哪一本律 经典 律典 哪一本有很明确的定义 真意戒 我也听过这个名词 他们就说 受过戒 哪里又再受 就叫人家真意戒 他就很用心 他赶快旁边查查查 所以他 他里面本因法是解释 从受跟从发 发心的发 那有一些戒可以从受 你要知道 有些戒可以从受 有些戒不准从受 你那个真意 是什么 照他本因法师的意思 就是说 你的心 在这个持戒当中 你再次去受一次 这样的遗轨 你的心会增上 你本来可能只是 下品的心 你再去受一次 会增上为中品 增上为上品 等于你对于受持菩萨戒 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知道怎么受 也越来会 越受持得住 从这个角度去讲说 这样叫做争议 争议受戒的功德 等等的 但是从来 经典里面 绿典里面 没有一个专有名词 叫做争议戒 那个是后来 我们这么说 祖师大德 方便设受众生 让众生可以在 一次一次的这一种 重新受戒里面 能够增上 争议功德 可以这么说 那如果说 那个菩萨戒 他的一兽有兽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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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菩萨戒 是不准重受的呢 有些不行呢 有些 有些破了根本戒 不准你重受呢 你去看 佑菩萨菩萨戒 不是说 你要重来 所以可以有 正义戒 你去看哪一个 佑菩萨菩萨戒 里面 可以让你 正义戒的 都嘛 放往 戒 对 那个时候 在 请问过那个律师 在探船 在探船边 他们一些根据 比较长到 但是他们曾经去跟 藏船 藏船 对 藏船的律师 他们一直讨论过这个问题 在藏船 那个律典 然后就 藏船 藏船 藏船我们就没话说 圣颜庙 位于是 对 圣颜庙 那日佛做的 没有做的建议 可以自己加上去 哦 那我们的 正义戒 有这样的 哦 所以我就说 藏船的我就打问号啦 因为我没有 我们怎么这么说 我们没有 专门去研究 因为藏船很多东西 都是汉船没有的 那乃至呢 是原始佛教 是连我们北传的 汉船的也都没有 这就是问号啊 问号 啊所以 所以呢 那个 那个 我只是回来说这个是干嘛呢 回到 回到过来 我没说这个是干嘛 说到争议界的用意是在哪里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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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人家误会 会人家误会我的意思 对对对 所以我只是要去 说你如果真的要研究一个东西 你必须真的很用心去 而不是人影 有时候我都会觉得 说不定人家法师解释给人家听的时候 是很清楚的 听的人就给人家省简 然后听点模模糊糊 然后就说师父说什么什么 其实师父不是只有说这么一点点 但是他听到的就这么一点点 也有可能 好 回来 1085月 讲完了 再来1086月 读解里面说 讲的就是不信物 会有不信物是检查 还不过案内 那这个叫无忌有什么 无忌是信 只是他的三信 对不对 那他是有负无忌 他是属于有负无忌 那如果是无负无忌 他本身不尽然是这样的 你看第八诗他是无负无忌 所以他这样的说法 因为他有无名 他有这种效果 有负 那无忌不是只有一种 还有一种无忌无忌 好 1086这边 我们先把两行的论文 把它读完 是主独行 因为他开始在解释那个独行无名 与杰斯利论里面的独行无名 如果是主独行 为贱所断 如契经说 诸圣有学 不共无名 以勇断固 不照新业 如果是非主独行 亦修所断 用个亦修所断 所以呢 不是没有贱 同时也可以是修所断 但是前面主独行 为贱所断 那奋等 皆通贱所断固 所以为什么会加个这个奋等呢 因为非主独行 就是可以跟小随相应 小随就是用奋做代表 所以小随也可以贱所断 带着小随的 就叫做非主独行 然后主独行就是 没有带着小随 但是又没有跟根本相应 所以又没有跟根本相应 所以才叫做独行 然后又没有小随 那刚刚我们看了 就算如此 他还可以跟中随 跟大随 但是他这边就没有这么 去做注解 好 那么如契经说 就是前面引用过的 分别缘起初圣法门经 诸圣有学不贡无名 以永断固 不造新业 所有固业 后面还有这两句话 所有固业 由随眠立 未永断灭 占触还土 还会起来 所以他这个就后面不用了 最重要就是用这个 因为是箭所断 因此下面的解释 这个解释独行无名 叫做第二无名 独行无名 中间有两个 一个是主独行 第二个是非主独行 但是呢 常常文章都要写 一 主独行 二在哪里 二竟然用的是不共 你看倒数第五行 第二不共 奇怪了 其实都叫做不共无名 主独行不共无名 非主独行不共无名 但是他不写 不写清楚 我们就会搞不清楚 还好那个表 那个表已经给各位看了 主独行不共无名 然后呢 非主独行不共无名 比较完整的名称是这样 然后主独行不共无名 最重要就是他不跟小谁 所以他是 谜地理起 唯分别起 所以唯见到所断 不与分等十种 十种小谁 不与这种十种小谁相应 所以叫做主独行 是分别起的 你说那有巨生起的吗 这边暂且不谈 那么后面这比较麻烦了 若在欲见 与后五谁 还有无惨无愧 加起来七个谁 所以如果是这个的话 他可以跟五谁就是大谁 大谁有八个 其中的五个 加上中谁 所以你看 他不跟小谁 但是他可以跟中谁 大谁 七个俱转 那这个呢 五个在哪里呢 请你翻 1012页 极论所说的 这五个 昏成 调举 不信 懈怠 放逸 所以你看书一眼这边也写 这五个 就是前四卷末 四诗当中的第一诗 那为什么写个后呢 因为前面有讲中谁 有讲小谁 这个是大谁 所以用个后 实际上课本这边呢 中谁是写在 这个大谁的后面 七谁俱转 那个七就是呢 五个大谁 加上这两个中谁 七个 那下面 或八或五 六或十 我们课本会做这样子 文字跟断句的安排 主要是根据韩清清 韩清清韩清清的 书役 韩清清的书役 他的断句呢 我把它摘录出来给大家看 与后五谁 无惨无愧 七谁俱转 或八 他的解释说 这个是护法说的 或五 这是第一诗说的 六 这是第二诗说的 十 这是第三诗说的 这个是 韩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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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役 书役是 P型记 书役是韩清清 好 那我两个都混淆了 为什么都取名字都一样 让我们混淆 维世家是不是都 故意搞这一套 可是呢 查骗了其他的藏经 我特别去查 原来佛教大藏经没有成为 诗论书记 看这科人 佛教大藏经没有 大正藏 然后龙藏 抱歉 龙藏也没有成为诗论书记 只有万智序藏 大正藏 有成为诗论书记 然后四别塔里面 抱歉 人家都是做这样 与后五随 无常无愧 七随俱转 或八或十二或十 请你改 因为这样前后才会一致 李认生的解读 也是做这样的解释 或八或十二 或十 为什么 因为前面已经是七随俱转 是把小随大随加进来 这样叫做七随俱转 那因此 第一诗是这样 第二诗 第三诗 第四诗 都应该要这样才对 你看韩敬卿的说法 变成分开了 前面七是这样算 然后八就变成是护法的 然后五就变成第一诗 那请问 这个五第一诗 你前面不是已经讲过了吗 你何必重复一次 何必呢 前面七随俱转 就是第一诗的五个 加上中间中随的两个 才叫做七 你干嘛这边又强复一次 不合理 不合理 舍弃这种 改为人家的智 又自我解释 不对 也就是说 藏经里面有的就是七随俱转 或八十二或十 理论生讲了 你看 正在玉介池 主读行与后面的这五个 五大乡随 跟无常无愧加起来七个 或者是与这样子六个 加上无常无愧八个 或者是与这个十个加起来 加上这两个十二个 或八或十二 最后护法论师讲的 或十就是八大随烦恼 这八个加上无常无愧 十个 刚好合乎一二三四的排列 这样才合理 所以我这边就 就已经列举出来了 五随你看1012 六随你看1020 的确就是第二师 十随在1025 这第三师 护法的八随在1032 这样加起来 刚好就是七八十二十 所以就是原来人家讲的 七随俱转或八或十二或十 没有错 乃至集成篇也这样写 人家集成篇也这样写 或五加中何为七 六片加中为八 十八两边各加中二 就变成十二或十 如前释迦所说的片然 一二三四四 你寒进清乱改 不对的 所以这边你就是把那个 或五六 那边五六合起来 圈起来改成十二 这样就好了 或八或十二或十 如前释说诸髓烦恼 骗然相应 这样的话本来人家是做这样的文字 你寒进清给人家改什么改 自以为是 那么此何以之 就是如契经说 就是刚刚说的 分别缘起出圣法门经的第二卷 可见那一段文字 为据此一无名为论 非为一切 根据什么呢 根据的就是主独行无名 比为据此是主独行无名说 非约非主独行 纯粹从主独行 主独行就是不跟小谁 就是这边定义了 不跟小谁 只有跟中谁跟大谁 好 那么下面 非主独行 易修所断 正等皆通见所断 所以这边他写个第二不共 其实太神简了 应该是非主独行不共无名 完整一点是非主独行不共无名 那么是见到断 易通修到断 见到修到都可以断 为什么呢 因为正等时 也可以是见到所断 所以呢 这边写 彼言通见所断 明知修到也可以断 明知易修到所断 只是通见到所断 以集成故 所以不说 大家都共同承认 集成共同承认 所以这边非主独行呢 就不说了 只说修所断 以分等时 个别投身 故与相应 明非主独行 来我们先看这个通见所断 这个 先把这个搞清楚 音响补仪 这一段刚好可以解释 主独行的话呢 利用出蒙 能生于祸 发恶业故 显示分别 故见所断 所以主独行 是很粗很猛 还会带着其他的祸一起起来 发恶业 所以是分别 分别起 相对的呢 这个巨生 非主的话 巨生 这样看比较清楚 主独行这边是分别 非主独行这边是巨生 那如今言 有学已断 不共无名 不造新业 故知 世主是见所断 非主独行 形象为戏 不像刚刚讲的 出蒙 可是呢 无利引申于祸 不像前面 能申于祸 不发业 会发恶业 所以显然是巨生 所以这种巨生 就细 不是马上能断得掉 所以完全只是观念上 见解上面的 见解改过来就改过来了 但是呢 那种见解上观念上面的 有时候呢 一生起来 很出猛 还会带着呢 去生瘀祸 你跟我意见不相同 我就生气了 我就起撑了 然后最后就吵架 吵架最后就把你打死 非主的话呢 就是形象为戏 内心闷着 隐身 渔祸的力量 比较没有 就是不喜欢 就是看不惯性 没大意 那就这样而已 聚生 修所断 但是义修断者 用个义字 那就是 兼 见所断 可是如果是分等 皆通 见所断 通哦 所以呢 说这些分等小随 各自为主 皆见到所断 可是他放在 这个非主独行里面 既与比拒起故 所以也通 见所断 所以 非主独行 还是会起分等小随 所以 也是通 见所断 这样子 非主独行 可以跟小随 分等一起哦 那 这个 这个 十个别 投身 这一段 分等 十小随 烦恼 个别为 投手 而生 其者 一个一个 起来 一个一个 起来 所以 与其相应的 无名 叫做 非主独行 不是他自己起来 他会跟着一起起来 但是这十个 跟着一起起来 他也有殊胜 真上作用 得说是主 与比相应的无名 变不得有主的名号 所以 现在我们要是讲的是无名 现在小随变成作主 那个无名就 不得有主的名号 所以他 这个时候的无名呢 就不能叫做主独行 不得为主 非主 他可以跟小随 所以小随做主 无名就做不了主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 唯有当此无名 没有这个分等小随的时候 为此无名 有其殊胜作用 才能够叫做主独行 所以主独行不共无名 是不跟小随 不让小随做主 如果小随跟他起来 那个无名就做不了主 这样比较好记 做不了主 是他做不了主 就是小随做主 这样子 所以 这个跟第六意识相应的 非主独行不共无名 为谁小随的分类主张 叫做不共无名 如果依大随来说 人家做相应无名 因为他以这个小随 烦恼相应 看清楚 他被叫做不共无名 是依小胜的主张 如果依大胜 你跟小随烦恼在一起 你家做相应烦恼而已 所以 所以你看这个倒数第二行 此随小胜 名为不共 然此 到这里 此随小胜 名为不共 也就是加上这句话 一大胜的话 还叫做相应无名 然此分等死小随 并非离称等 别有独立字体 因为这个小随 分 他的字体是根本烦恼 无别有体 即根本固 只是方便 从根本烦恼中 较轻的相状 说他叫做不共 从轻向松 名不共也 所以举例 称跟分为例 分不可离称 别有字体 称到会杀人 为重 分的话呢 比起杀人来说 他只是内心 分分不平而已 叫轻 但是最后结语 主独行跟非主独行 两种不共无名 虽然有别 但是两者人是 不骗善不善 无计三性 还是跟第六四相应而已 不是第七的横行不共 骗三性心 这样 所以要对比 横行不共 是骗三性心 跟第六意识相应的 这两种独行 独行无名 不共 独行不共无名 通通呢 不骗三性心 所以今天到这里 然后呢 1087的那个 横行不共 一不所无 独行不共 此比具有 已经解释过了 已经解释过了 只是呢 我们下礼拜呢 再从这边呢 再看起 这样子 好 今天到这里 请各位合掌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是从恩 下几三图苦 若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通胜极乐国 请不吝点赞 转发菩提心 请不吝点赞 转发菩提心 启点赞 转发菩提心